国家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当代高校大学生是新时代的领航者 是新一轮历史的创造者 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中间力量 有责任担负其历史发展的神圣使命 自觉捍卫国家安全 当前我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 国家安全面临各类风险挑战 当代高校大学生更应时刻牢记以下几点 一是 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二是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三是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及时拨打12339报告 四是 不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协助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稳定是强盛的前提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如今 我们的国家正一步步强大起来 当代大学生更要履行好 维护国家安全义务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这艘巨轮 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